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我国乒乓球队 也亮相东运赛场 在首先进行的男子团体赛中 由瞻见周哲宇 李虎和庞学杰组成的我国男队 一天之内连续击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对手 赢得开门红 我国女队在团体赛首轮同样赢得漂亮 于梦宇 李思韵 林叶和周一涵四名年轻选手 没有给印度尼西亚女队任何机会 以3比0横扫对手 将在下一轮对阵马来西亚女队